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冰 快要踏入2022年 我們跟所謂的武肺 所謂的疫情度過了兩年 不知道大家受夠了嗎? 近日開始多不同的國家、媒體說要與病毒共存 不過同時又要人打email, 又要戴面蓋 我也不知道這樣叫不叫與病毒共存 不過就這樣想 神話傳說中 瘟疫是末日審判人類的天啟四騎士之一 在人類文明史中 每一次大規模的瘟疫爆發 不單止會帶來死亡 還會大幅度地影響世界的歷史走向 在人類歷史上肆虐了三千多年的天花 保守估計死亡人數達一億 並且加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西班牙大流感 導致整個歐洲死了三分之一人的黑死病 以及到目前為止, 都還未戰勝的所謂武肺 瘟疫似乎一直都如影隨形 整個人類社會都是瘟疫的陰影 雜時之間, 雷台鬼影蟲蟲 整個牆都是外賣仔的身影 為何天花可以被人類滅絕 為何每年接種流感疫苗 第二年還是會病 為何武肺打極針又會中又會死呢? 今集我們就探討一下 為何人類可以滅絕到天花 從中我們又可以學習到甚麼 去幫助我們了解今次大家面對的武肺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天花 天花 smallpox 是一種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人類傳染病 患者一般在染病之後12天內 出現近次普通感冒症狀 幾天之後 口腔部分黏膜會長出紅點 身體多處地方會長出皮疹 當中以臉部居多 在這裡就不放想了, 因為會引起不安 想知道怎樣就自己Google吧 天花的傳染性極強 並且可以透過患者的脫下液飛沫 在人類之間互相傳染 近距離接觸、咳嗽或打痴 或直接跟污染物質接觸都會導致傳染 患者的呼吸度和皮膚趴生分泌物都再有病毒 所以避免跟近距離接觸可以減低患病的風險 而大多數天花患者都能夠康復 但在所有病例中 死亡率最高可以達到30% 相傳在大約3000年前 公元前1157年死亡的古歪及法佬 拉姆世世五世 他的木乃伊在1898年被考古學家發現 而他木乃伊的表面剛確 下半邊面 頸 肩膀上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籠包包痕 每個直極都幾毫米 顏色發黃 所以相信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天花受害者 另外據說清朝皇帝順治皇帝22歲的時候 因為感染天花身亡 而他的兒子 在兩世的時候得過天花 之後就沒有再感染過天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天花在近3000年來 一直都在人類社會裡面肆虐 然後大約在公元1000年前後 一種人竇的天花接種方法開始興起 人們會收集天花病人的結招 然後將牠們的顏碎 吹入健康的人的鼻裡面 可以算是email的最初版本 這種方法雖然病死率很高 大約0.5-2% 但是跟天花所引致的病死率大約30%相比 都算是有益的 人竇接種在1723年引入西歐之前 其實在印度和中國已經實施了幾個世紀 直至1796年 Edward Jenner引入了牛鬥接種之前 人竇接種也是預防天花的唯一方法 在1796年 英國的Edward Jenner醫生 遊走鄉間的時候發現 被牛鬥感染過的擠牛奶的女工 接種天花之後 竟然沒有出現過任何天花症狀 於是Jenner就開始大膽做實驗 她從女工手上的牛鬥倉 裡面就拿了龍出來 然後就接種到圓丁兒子的肩膀上面 事業找人家的兒子試的 厲害 跟現在的無費email一樣 幾個月之後 Jenner就多次被男生接觸天花病毒 但她都沒有幻想天花 之後其他人都開始注意到 牛鬥感染和抵抗天花之間具有相關性 簡單說當中的原理 就是牛鬥病毒和天花病毒的樣子很像 所以你有了牛鬥抗體 這個抗體會以為天花就是牛鬥 照攻擊它 所以還了牛鬥會同時免疫天花 之後種牛鬥的實踐 就很快取代人鬥的接種 在短短五年之間 將來的研究成果 被翻譯成很多種歐洲的語言 很多國家都開始建立email接種機構 之後就被傳到世界各地 然而 由於技術問題和供給短缺 就限制了email的廣泛接種 因為牛鬥在歐洲是一種很罕見的疾病 在美洲還根本不存在 所以當地的技術人員很難拿到牛鬥病毒去培養疫苗 隨後就在活體動物皮膚生產牛鬥病毒 之後去到1950年 更加開發出更為先進的動肝疫苗 令到疫苗可以在無制冷條件下保存和運輸 而且不會失效 之後就來到世界衛生組織 在1966年的滅絕天花計劃 當時已經做了十幾年世衛亞頭的巴西人 坎道 他就認為完全滅絕天花是毫無希望 因為當時至少有59個國家仍然有天花 總計11億人口 還有些不是世衛成員國 要去到資源季佛的廣大地區 對那麼多人接種疫苗 根本就不可能 他的好朋友 微生物學家杜博士 在1965年表示 疾病滅絕計劃 最後會變成圖書架上有趣的報告書 就好像那些描述社會理想國的書籍一樣 簡單說就是他們指上譚明 但是迫於美國和蘇聯施壓 世衛在1966年通過微博的特別預算 240萬美金 同時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還拒絕資助 坎道就說肯定會失敗 所以就等美國人去主導 不關世衛的事 所以負責這個project的是美國人 Donald Henderson 坎道和一班專家的想法其實是沒有錯的 要令到所有人接種疫苗的確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是不知為何現在政府覺得有可能 還會逼人打的 但是後續發展證明 他們的出發點是錯的 不需要每個人都打email 就足以跟隨天花 只要精確鎖定傳染病原 失死可能的傳播路線就可以了 在1966年12月 西非的內琲利亞出現天花患者 周圍總共有10萬名居民 但是當時email只有幾千劑 不可能全面試打 而當時前線負責人是路德的教會 美國醫師佛吉 決定將資源用在最最最最適當的人身上 他從全教士網絡收集情報 確認只有四條村的人是有確診 他就追蹤著每位確診者去過的地方 找了所有接觸者 然後全部接種疫苗 1966年人家不用安心出行 不用email護照都能追蹤病人 還要當時連手機上網都沒有 佛吉年輕的時候 在美國林務處做過消防員 他當時就學到 如果要阻止火勢蔓延 關鍵的不僅是滅火 而是必須先將火源周圍的燃料移除 所以他認為 阻止傳染病的概念是類似的 不一定要直接滅火 只要能夠移除傳染源頭周圍的燃料 就可以控制火勢 讓火勢自己慢慢燒到盡 在這個思維底下 其實只需要15%居民接種疫苗 而且六個星期之後 就不再有新的患者 佛吉的策略成功了 之後來到第二大難關 有上億人口的印度 是當時全世界天花最嚴重的地方 當地疫情規模遠勝西非 佛吉在1973年前往印度正面迎戰 世衛派出13萬人的隊伍搜索20萬個村莊 發現天花廣傳程度超乎想像 1萬個確診者分散在2000個村內 印度的天花疫情越來越嚴重 每天新出現上千確診 很多人認為防疫應該是失敗 投入大量資源都會白費 但佛吉覺得策略沒錯 只需要堅持下去 找到並圍堵所有傳染源頭 最終都會勝利 印度的天花疫情 就是1974年5月達到高峰 之後就開始下降 即1975年5月 印度就發現最後一位確診者 自此以後 印度的天花就消失了 事實證明 佛吉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 即使有上億的人口 也只需要20個月就完成目標 同樣的策略 接下來就用了在孟加拉 伊索比亞 現在世衛現任主席譚德塞的老家 伊索比亞當時打內戰 不過依然可以取得成功 世衛也在1980年宣佈 野生天花絕跡 當初沒什麼人覺得天花跟隨計劃是可能成功的 佛吉在2011年出版的《會議錄》中指出 成為樂觀主義者的麻煩在於 其他人以為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日子應該是這樣過 卑躬的人都是有他的必要 但就不要聘請他們了 順利擊敗天花 除了新的創意和策略之外 管理也是關鍵 計劃的資源也很有限 原本照大家 全部都打了email的想法 確實是很難有勝算 但即使能夠靠著精準的打擊 自省資源 如果缺乏好的管理 跟隨天花的計劃也不會成功 說完天花 這個故事是十分美好的 就好像Avanger千辛萬苦打贏了 Thanos 不過為何email可以解決天花 但這次無費又不行呢? 又看過我說email的影片都知道了 簡單來說 一個字 變種 根據序列信息和個案研究 和歷史紀錄相關程度 估計是16000至68000年前 天花病毒由非洲亞此類來源的 遠古豆病毒開始進化產生 首次報道的臨床病例 發生在中國 難道要叫中國天花? 但中國天花會倒閉 當然也可能在印度 之後這個病 就傳播到地中海和歐洲 最後在16世紀出現在新大陸 雖然歷史紀錄 沒有提供首次人類天花爆發的確切年代 但根據有文件記載的個案發生時間和地點 利用分析天花病毒演變的方法 可以估計到天花病毒出現的時間 目前就不確定天花病毒具體 是源自於哪一種遠古病毒 但由於牛豆病毒含有最多的變異基因 而且一些基因和天花病毒的基因是同源的 所以就認為現有牛豆病毒 和當前的天花病毒起源的遠古病毒 是有密切相關的 同時由於病毒複製期間 負責複製病毒遺存信息的病毒DNA 最好不會有高補真性 天花病毒進化的速率 比很多其他病毒都低很多 這就是重點了 牛豆病毒和天花病毒 可以在幾千年前分度揚標 之後那麼久 來到近幾百年 他們的樣子都依然那麼相似 大家都知道他們變種速度有多麼慢 就像人一樣 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的人 可能身高身形不同 但起碼你認到它是人 那你就不會看到有條人 你分不到它是人還是狗 那都有的 香港有幾萬隻分不到 但是就是這些 撇除案例 一般而言 RNA病毒突變頻率 就比DNA病毒高很多 並且他們缺乏校正功能的 核酸外切回活性 所以它的進化速度更快 然後到最後 希望用天花這個例子 可以最最最簡單地告訴大家 E-mail就不是大了 E-mail是有它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它不可能追得上RNA病毒的變種速度 同時也不可能消滅一隻RNA病毒 再加上那些什麼打完E-mail 可以減低重症的都是笑話 另外重點就是 天花的死亡率高達30% 你說迫人打E-mail是沒有人權的 但是都叫做合數 都叫做合理 現在它是O字頭的變種 那個死亡率 都不知道高不高過普通流感 大家就自己想想合不合數 合不合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留言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同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出片 星期五晚上九點鐘 會在YouTube直播 講日時事和政治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我們已經在Patreon上開了會員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沒有信用卡或者學生想加入的話 就PM我IG或者Facebook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